地瓜是海岛平潭的特产 常有地瓜制成的各类美味 八枕炒糕便是平潭独具风味的糕类美食 由地瓜粉混合各种海鲜蔬菜炒制而成 荤素搭配得当 颜色晶莹犹如玛瑙 爽滑嫩软 清香可口 口感软糯 风味十足 是平潭香槿家常美食 又有一团和气的美称 有一家人团圆和气的美好寓意 用于制作八枕炒糕的地瓜粉 是由番薯淀粉等所制成的粉末 具有降火增强免疫力 清理肠胃的功效 制作八枕炒糕用到主料 本地地瓜粉二百八十克 花生仁一百克 辅料上需要发好海参丁四十克 鱿鱼干二十克 木鱼四十克 干贝二十克 虾干二十克 五花肉丁五十克 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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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鲜� 白糖2克 胡椒粉1克 五香粉少许 料酒少许 食用油 笋丝汁适量 八针炒糕的制作 第一步 将锅置于火上烧热 加入少许盐 炒热后 倒入花生仁 翻炒 待花生仁炒出香味至酥食 盛入盘中 晾凉待用 第二步 鱿鱼干切成鱿鱼丝 依次将洗净的牧鱼 鲜虾仁 胡萝卜 香菇切成碎丁 蒜苗切成小段 芹菜切芹菜猪 第三步 切配好食材后 炒好的花生仁就凉好了 将花生皮去除备用 第四步 第四步 在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依次将切配好的海参 虾仁 干贝 香菇 鱿鱿鱼干 五花肉 牧鱼 蟹肉 虾干 下入锅中焯 片刻后捞出备用 第五步 将地瓜粉倒入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调好待用 第六步 将锅置于火上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下入洋葱 蒜苗 煸炒出香味 再加入胡萝卜 以及其他超好水的食材 翻炒 加入少许料酒 清水 蚝油 盐 味精 白糖 笋丝汁 芹菜猪 五香粉 胡椒粉 继续翻炒均匀 第七步 处理好的花生仁倒入面糊中 搅拌均匀 将锅内的食材一并倒入面糊中 继续拌匀后待用 第八步 将锅置于火上烧热 旺锅冷油 小火倒入调好的面糊 炒煎制熟 面糊慢慢被炒成透明胶状 当面糊表面略微呈金黄色时 起锅倒入盘中 淋上少许白芝麻即可 这样一道色泽晶莹 清香可口的八珍炒糕就做好了 八珍炒糕 浓香扑鼻 口感之香软 犹如棉花 绵绵软软 糯糯的薯粉团 包裹着各种鲜美的海鲜 或者香香脆脆的花生仁 就像一场海鲜趴 将平潭的风味 揉合在一起 足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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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